前副首相纳杜斯里·安莫扎西被控47项洗钱贪污与失信案 经过两年多的审讯之后 今天终于完成了辩方的口头陈词环节 吉隆坡高庭则定明年1月24号裁决扎西是否表面罪名成立 高庭法官纳杜柯林是在聆听了辩方总结之后 感谢控辩双方从今年9月开始进行为期24天的陈词 他将会在下个月底判决本案 这也意味着一旦高庭裁决扎西表罪成立 他就需要出庭自便否则他将无罪释放 新年68岁的巫统主席扎西被控在2014年到2018年 担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期间 擅自挪用健康思维基金会的公款 面对12项刑事失信罪 同时还有27项洗钱罪和8项贪污罪 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令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